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在香港一场针对她的舆论攻势又来了 17号向来与TVB对台亲近的港媒 新假期突然刊出一则名为 颜明熙声音作一姐 传颁奖典礼要带她完成生生不息再办 网民有公信力的文章 指TVB之所以还未举行和港台合作的新颁奖礼 完全是为了等自家的新人颜明熙 再遇归来拿奖 而她如今在生生不息中状态不错 颁奖礼也只能够是无限期的推迟 下图为报道的截图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原本定在4月3号举行 但因为之前第五波疫情延期 既然现在疫情缓和 为何迟迟的未有生气何时举行 有传TVB要等颜明熙回港拿奖 更指她会夺新人奖 作为新一节的她绝不能够缺席 但碍于 颜明熙现在正在内地忙于拍摄生生不息 归期未定 令颁奖礼延期 内文中如此提到 不仅如此报道还以讽刺的语气指出 颜明熙的粉丝认为颁奖礼没有颜明熙 就没有公信力 颁奖给颜明熙才有公信力 所以非常支持TVB的决定 很明显 新假期在暗示TVB的新颁奖里 因人涉事 为了捧颜明熙不惜耽误其他香港歌手 也不顾及合作伙伴的利益 所谓助力乐坛复兴的主张 只停留在口头上 颜明熙阻碍香港乐坛发展的攻势 似乎成立了 而在报道出来后 其他的港媒陆续跟进 TVB媚骂惨了 颜明熙作为所谓的受益人 也再次成为众矢之地 既然她在内地这么红 那干脆留在湖南台一直唱了 何必耽误乐坛发展 这么做有没有尊重过其他歌手和音乐人呢 TVB收皮 颜明熙反大陆了 一位获得较多赞同的网友质疑称 必须指出的是 新假期在全篇报道中 并未透露消息的来源 仅以油纸含糊的代过 而这个油纸是既不负责任 又不能够大作文章的万能法报 TVB艺人近年来可谓是深受其害 即使今日在香港做TVB艺人并不容易 如果颜明熙不是TVB歌手 她的处境会好得多 因为这不是一场单纯的业内竞争 参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TVB与港台今年初携手 宣布联合主办首届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颁奖礼 本定于4月3号在九展举行 更已完成了网上投票 但照上了第五波的疫情 两台先后公告颁奖礼延期 另择日子举行 随着疫情缓和 歌他唱片公司及歌手 几为颁奖礼做准备 但等了又等不见通知 有唱片公司甚至以为会搁置 不过消息指颁奖礼 今年必定会举行 因为是两台合体的投炮 不容有失 至于迟迟未落实 举办日期 全音兴望等 严明熙返岗 自胜出生命传奇后 严明熙备受TVB的力捧 除火速举行演唱会及 丹正电视剧外 更获为以重任 飞到长沙参与 综艺节目生生不息 结果一鸣惊人 在内地爆红 其他社交平台的Friends 由4万标志破35万大关 成为新生代的人气歌手